我們看這題 這題他說現在有兩個 絕熱的圓柱形的容器 裡面裝著這個 M-more的理想氣體 同類型的理想氣體 如這個圖 那兩理想氣體的初始體積 都是V 這個都是V 溫度都是T 這溫度都是T 溫度都是T 那系統A 有一個可以翻轉的發門 上半部是真空 那系統B 有一個沒有摩擦力 可移動的活塞 這系統你可以把它想像是有一個連桿 這連桿的話它會膨脹的話 這連桿會對外做空 那兩容器的體積 這整個體積都是V 接下來 系統A的滑門 迅速打開 你可以這樣想 這個滑門 你突然把它抽掉 這裡他說 順速翻轉 你可以想 迅速把它抽掉 去抽掉以後的話 它本來是在這裡做彈性碰撞 可是分子的平均動能沒有改變 分子的平均動能沒有改變 所以它的溫度沒有改變 因為分子平均動能的話 每一個平均動能 每一個分子的平均動能 是等於2分之3kV 那它現在有nm的話 就是u就是等於多少呢 2分之3 n nm nm 然後nkt nkt就是r 所以是2分之3 nrt 每一個分子的平衡動能都沒有變 所以它溫度沒有變 這個溫度沒有變 但是這個溫度會變 因為它是慢慢的對外做工 它有對外做工 那它對外做工的話 因為它是絕熱的 就是沒有從外面吸的進來 所以它是消耗自己的內人的對外做工 那這個絕熱膨脹的話 它滿足什麼關係 滿足這個關係是pVγ 等於長處 那其中這個γ的話 是等於cp除以cv 如果是單原子理想氣體的話 cp是2分之5 那cv的話呢 是等於2分之3 那這個時候這個γ就是3分之5 好 那我們用高 表示就好 好 那現在的話 它的這個 一開始 一開始的話 因為它要算它的那個溫度變化 我們曉得pV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nrt p1 v1 v1就是v 等於nrt1 t1是t 那現在的話 那現在的話呢 p2 v2 v2 v2是2v 因為慢慢推到這裡 是2v p2 v2 這個是等於nrt2 那現在要問什麼呢 問說它的溫度變化 溫度變化是t2-te 這個它一定是小零的 這個它一定是小零的 為什麼 因為它都要做工的話 它溫度會下降 這個一定小零 那我現在把t2算出來 t2算出來的話 你就是比一下 p2跟p1的關係 我們曉得p1 v γ 會等於多少呢 p2 v2是2v γ 所以這個 p2 除以p1 等於v 等於v 除以2v γ 所以是2分之1的γ 次方 那我給它除上去 除上去以後的話 p2比p1 是2分之1 γ次方 再次量度要稱2 這個是等於t2 除以t 那這樣的話 我就想著t2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2的幾次方 1-γ次方 1-γ次方 那又乘以t 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等於多少 等於 這個把它帶進來 變成2的1-γ 減掉1 乘以t 這會是小於0的 因為你帶點型的γ 3分之5的話 這樣一放上去的話 等於負得3分之2 你根號的話 根號2的2次方開3次方 分之1 減1的話 那是小於1的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或者寫這樣也可以 2的1-cp 除以cv 減1 t 這是小於0的